嗨,大家好,我是新疆的火凤凰 今天有一个蓝友留言说 让我告诉蓝友们我这里的湿度的情况 那么今天我就聊一聊 在我们这里养兰花的湿度 以及湿度怎么调节的情况 看我们家现在湿度62 温度22 早晨没开窗户 现在的时间是中午14点20 我现在把窗户打开半小时之后 大家再看看我们家湿度是多少 前后都打开 让它通通气 我们家湿度为啥 不开窗户是能达到60 我这养了两缸小的孔雀鱼 它能给房间里头增加湿度 如果不是养了这两缸鱼的话 我们家的湿度关着窗户只有40% 其实蓝花的生长环境 与其他植物所要求的环境要素 大概都是相同的 蓝花生长的条件就与其他的植物的生长条件有所不同了 比如说蓝花对湿度的要求就是其中一项 蓝花生长的温度要求一般在18到28度之间 湿度在60到80之间 这在南方来说经常下雨 空气潮湿 这个条件轻松的就可以达到 但是在黄河流域以北 比如说在我们新疆 由于地出海拔偏高 气候干燥 空气湿度相对来说比较小 如果打开窗户的话 仅仅半个小时 室内的湿度就会性速地降到不到20 那大家看看我这家里面 我把前后窗户打开之后的情况 大家看一看 我这前后窗户都开了之后 通风通了半个小时 湿度到了多少了 湿度以下了吧 都不显示了 湿度计都不显示了 温度22度 没湿度了基本上 所以呢这样的湿度 对蓝花的生长是没有好处的 会在晚上给蓝棚周围 还有蓝花棚壁上面棚水 还经常给蓝花的托盘内加水 在养蓝花的房间 放置几个这样子的水棚 里头放上水 增加它的湿度 地上的小凳子上 也放了一盆水 蓝花的托盘里面 基本上没有水了我就会加 就采取这种办法 来增加空气的湿度 我是这么想的 就说既然天然的环境 养不好蓝花 那么就想办法增加湿度 白天湿度低 实际上无所谓 关键是晚上要保证湿度 在40%到50%最少 它就能保证蓝花 对湿度的需求 室内养蓝花 要想保证蓝花 对湿度的要求 就是要想办法创造条件 否则长期的湿度太低的话 蓝花容易干尖 生长也缓慢 特别是新栽的蓝花 浮盆也比较慢 新芽出土也比较困难 强调一下就是说 要给蓝叶喷水增加湿度的话 喷壶的喷嘴的那个孔 要调到最细的那个程度 喷成雾状 落到蓝叶上面 不要顺着蓝叶流下来 而且最好是选择在晚上喷 晚上蓝叶的背面的那个毛孔 它是张开的 它是进行呼吸的 蓝叶就会呼吸 吸收水分 所以别喷的太多了 水流到夜心 积水的话就会腐苗 如果不小心喷多了 用电缝扇吹一下 那么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 我这里湿度的情况 给大家就聊到这儿 喜欢我视频的 请给我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再见